大家好,今天我没有戴眼镜,为什么呢,因为我今天要对比我的眼镜和另外一个型号给大家看,这是我的客户里面虚温度非常高的两副Limber的Rim系列的眼镜,一款呢是Ball,就是我戴的这个,经常有人截图给客服,或者我说你戴的这个是什么型号,那我戴的这个叫Ball,然后跟Prada女士配的那种, 那个呢是一样的,它呢其实是有一点,我戴在脸上,因为它太纤细了,因为它是有一点其实是这样子,这边会有点下拉,就是有一点圆形,但是也不会特别圆的一个型号,我自己觉得这个型号非常适合我,所以我有在定其他的颜色,那也有很多人跟着我一起定了这个型号,大家佩戴率使用率也非常高,那这个眼镜呢, 也被我的好朋友称为跳槽时候的必备眼镜,因为它真的就是,我帮你会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以后,它在脸上呢是纹丝不动的,那另外一个型号呢,就是这个,Morton, 这个型号呢,其实跟Ball是有一点像的,但是呢,它比较偏长一点,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,在视频里面,就是它比较,这个高度比较矮,然后比较平一点,这个呢也是那个韩国总统配戴的那个型号,如果说你不喜欢特别圆的话,你可以选这个型号,那我,我用一本杂志做背景, 我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,上一副呢,是我的Ball,这个型号,你看到它下面会有点尖尖圆圆的,那下一副呢,就是Morton,它会比较扁长一些, 所以,其实它差的差别呢,不是很大,如果说有店铺试戴的话,可以去试戴一下,如果说没有的话,其实我觉得选这两个都是可以的,那上面一副Ball呢,我戴的是47,下面一副Morton呢,是48,可以比较一下。 那其实我们在选眼镜的时候,是有很多方式的,比如说,你可以选很多种形状,有方的,有圆的,有很圆的,有离形的,各种形状,你也可以呢,就是我现在,比如说我觉得Ball这个型可能最适合我, 我可能会定个五六七种颜色,这样去换着戴,这样,其实Prada女士我也去了解了一下,她定Ball定了20副,然后呢,都是一样的颜色,都是黑色,她可能在不同的房间,或者不同的车里,或者甚至不同的房间里面,她想随时拿起的衣服,都可以搭配她所有的东西,那黑色肯定是最百搭的,那我接下来衣服呢,大家就期待一下,到时候我配好了以后, 我会给大家看,那又是一个更新的思路,这样,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,拜拜!